下面来看第六章 项目资源管理 项目资源管理 我们讲一下这个例题 接着这个例题 再说一下最有采购量的计算 以及ABC分类法的一些内容 这个提示说 某新建办公楼工程建筑面积 给出了地下二层 地上六层 中庭高度给出了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经公开招投标 总承包单位以这么多钱中标 其中在内金额给出了是一千万 然后双方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签订了施工总承包合同 合同工期是2013年7月1日 到2015年5月30日指 并约定在项目开工前7天内支付工程预付款 预付款比例是15% 从未完施工工程上去的主要材料价款的价值 相当于工程预付款的数额时开始扣回 主要材料占比重为65% 然后自工程招标开始至竣工结算过程中 发生下列实践 事件一 项目实行资金预算管理 并编制了工程项目现金流量表 其中2013年度需要采购的钢筋总量是这么多 按照工程款的收支情况提出了两种采购方案 一种采购方案是以一个月为单位 然后每次采购费用给出了 钢筋单价给出了 月存储费率给出了 一次是两个月为单位采购周期 那么给出了采购费用 给出了钢筋单价 给出了存储费率 接着事件二 总承包单位于合同约定之日起正式施工 截止到2013年7月8号 那么建设单位仍未支付工程预付款 于是总承包单位向建设单位提出如下索赔 购置钢筋资金占用费用1.88万元 利润18.26万元和税金0.58万元 监理工程师签认情况出事 然后事件三 总承包单位将工程主体劳务分包给某劳务公司 双方签订劳务合同 劳务分包单位进场后 总承包单位要求劳务分包单位 将劳务施工人员的身份证等资料的复印件上报备案 然后某月总承包单位将劳务分包款拨付给劳务公司 劳务公司自行发放 其中木工班班长带领工人工资后下落不明 接着 事件四 施工总承包单位根据材料清单采购了一批装修材料 经计算分析 各种材料价款占该批材料价款及累计百分比 如下表所示 给了这么一个表 接着来看问题 第一问 事件一种劣势计算采购费用和存储费用之何 并确定总承包单位应选择内容采购购贩 现金流量表中应包括哪些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先来说前面这个采购方案的选择 这个采购方案的选择是怎么回事呢 施工现场的材料 是买了之后放到施工现场 然后用快用完的时候再去买一批 它是这样用的 那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如果一次性买的多的话 那么存储的费用就会很高 买的多那最起码存的地方得多 对不对 所以存储费用高 但是一次买的多的话 单次来回的这个采购次数就少了 每次的采购费用也低了 它是这样的 所以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如果一次采购的多 存储费用就高 采购费用就低 如果一次采购的少 存储费用就低 采购费用就高 那现在背景资料给出了两种方案 我们要确定这两种方案里面 哪一种方案最终总的价格是花钱最少的 那这个就是采购方案的对比 这个采购方案的对比 涉及到了一个公式 就是这个公式啊 这个 二分之Q乘以PA加上SBQ乘以C 这个公式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公式 教材上是这么写的啊 但是这个公式很容易看得迷糊 我重新来给大家写一下这个公式 它是这样的啊 这个公式是这样的 就是只有R和Q是在分子上面的 Q是什么呢 是一次的采购量 比如说背景资料告诉我们 总的采购量是1800吨 这是2013年全部需要采购的钢筋的量 是1800吨 如果我分两次采购 那每次采购量就是900吨 如果分六次采购 那么每次采购量就是300吨 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啊 那这个Q就是每次的采购量 二分之Q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称一个二分之Q 二分之Q是换算之后的每天的存储量 P是采购的单价 A是采购的 就是仓库的存储费率 采购单价乘以存储费率 就是什么呢 就是每天存这些材料的时候 每吨材料 每单位重量材料花多少钱 所以P和A就是存这个材料啊 每天花多少钱 那么现在我要知道仓库里面 每天存了多少材料 但是因为材料存到仓库里面之后 每天要用的 用的时候每天这个材料 不停的减少 不停的减少 所以实际上仓库里面的材料 每天它是变的 那这个很讨厌 所以才会有这个二分之Q在这 为什么会有一个二分之Q呢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比如说 我现在 每次材料 采购十吨 然后存储的费用 每吨材料 存一天 需要花一万 咱假设是一万啊 随便给一个数值 每吨材料存一天花一万 然后买这个材料 一次买十吨 十天用完 再买十吨回来 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这样的话 我买了十吨材料 第一天干什么 我用一吨材料 仓库里面就存了九吨 对不对 这是第一天存的 然后第二天 我又用了一吨 它又变成八吨了 第三天就是七吨 一直用用用用用 一直用到最后一天 两吨 一吨 再过一天 没了 这就是存储量 每天在变 那存储的费用 就分别是九万 八万 七万 一直到两万 一万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 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大家来看啊 最前面一天 它存了九吨 花了九万 最后面一天 存了一吨 花了一万 那这两天 总共存储费用 花了十万 发现了吧 相当于总够存了 两天存了十吨的东西 同样 这一天和这一天 是一样的道理 两天存了十吨的东西 花了十万 再往前也是三吨七吨 所以我们会发现 两天存十吨 花十万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每天仓库里面 都放了五吨 这个费用求和 最终结果 就相当于 每天我都变成五吨 每天费用都是五万 求和何 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五吨怎么来的呀 十吨除以二 这就是这个二分之Q的来源啊 Q是一次采购的量 除以二 二分之Q 就是换算了一下 相当于 每天仓库都是存了这么多钱 不变 这样就避免掉了仓库里面的材料 一直在变 这个很讨厌 那这个左边部分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这是存储的价格 采购费用乘以存储费率 这是存储的价格 这是存储的量 那左边这块 就是存储的费用是多少 那右边这块是什么呢 是采购的费用是多少 S是总的采购量 Q是每次的采购量 S就是一千八百吨啊 他俩一除是什么呀 是总共采购了多少次 C是每次采购的钱 总共采购了多少次 每次采购要花多少钱一成 那就是采购要花多少钱 而这个公式计算的结果 就是在这个方案之下 总共要花的钱是多少 把这个数值往里一带就可以了 那么具体怎么带数 这个不说了 直接把公式写出来 数值带进去就可以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 要注意两个点 第一个点 往上看 在这 他给我们的存储费率啊 钢筋担架给出来 这是采购担架 采购担架乘以存储费率 就是存储的担架 但是这个存储担架 注意必须是年存储费率 而他这给的是月 所以要换算成年存储费率 第二个 这个题是2015年的真题啊 它里面是挖了一个坑的 这个坑在哪呢 看到这儿了吧 2013年度需要采购的钢筋总量 1800吨 那么以一个月为采购周期的话 总共这1800吨钢筋 采购了几次啊 我不是有每次采购的费用不在这儿吗 那我得知道它采购了几次 我才知道总的采购费用 对不对 采购了几次啊 注意啊 2013年只施工了六个月啊 它是从7月1号开始施工的 它只施工了六个月 它就只可能采购六个月的时间 六个月的时间里面 一个月为采购周期的话 那么总共采购几次啊 采购六次啊 两个月为采购周期 是采购十二次的 每个月的存储费率是百千分之四 一年只存六个月 那一年的存储费率是多少啊 就是千分之四乘以六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地方换算成了年存储费率 然后所有的数值都有了 代工事算就行了 那剩下代工事怎么代 这个就不说了啊 这就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二分之一 就是这个二分之一 六分之一千八 就是每一个月为采购周期的话 那么采购六次 一千八百吨 钢筋采购六次 每次就是采购 一千八除以六 这就是每次采购量Q 然后望里代数PA 分别是多少 这是那个A啊 换算成年存储费率的 然后这是每年采购六次 每次费用三百二 然后乘下来就可以了 这是方案一的 那么这是方案二的 对比一下哪个花钱少 对比之后发现方案一花钱少 那最终的结果啊 选择方案一 这是这个计算 另外下面问到了 现金流量表的内容 包括哪些这个 超书的东西啊 就是书上没有啊 经营活动 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 三部分内容 下面来看第二问 他说事件二中 劣势计算工程预付款 工程预付款起扣点 总承包单位的哪些 索赔是成立的 看一下预付款和起扣点 预付款和起扣点 教材上都给出了公式 不管是预付款也好 还是起扣点也好 计算的时候 都是两个计算方法 第一种计算方法 直接给百分比 比方说告诉我预付款额度 10% 给出总价款 好 总价款乘10% 就可以了 第二个计算方法 公式计算 教材上给了公式 那么考试的时候注意啊 考到预付款和起扣点的时候 两个要点 第一不管是哪种计算方法 公式计算法也好 百分比计算法也好 所有涉及到工程总价款的地方 一定要减掉三列金额 这是第一个 必须减掉三列金额 第二个 就是如果背景资料里面 没有给出计算的百分比 比方说告诉我们 工程预付款百分比是多少 或者工程起扣点百分比是多少 没有这么给出我们百分比 什么都不用管 通通按照公式计算 一定是对的 那来看一下背景资料里面啊 在这呢 给了我们总价款 给了我们暂联金额1000万 然后下面说什么 预付款比例15% 那预付款给了百分比了 对不对 直接拿总价款乘以百分比就行了 但是一定要减掉三列金额 所以是总价款减三列金额 乘以这个百分比 这是预付款 其后点 他没说比例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从未完工程使用上去的主要材料价款 相当于工程预付款是可贵 主要材料比重是这么多 没给百分比 不管背景资料里面怎么说啊 都拿教材的公式计算就可以了 直接把公式一列 放在这个地方 就是总价款减掉预付款比主要材料比重啊 这就是那个起扣点的计算公式啊 直接把公式往这一放 好 这是预付款的计算 总价款减三列金额乘以百分比 这是起扣点的计算 直接公式往这一放 输往里一代 然后记得涉及到总价款的地方 减掉三列金额就可以了 那么能索赔的是什么 由于施工的建设单位没有按时支付预付款 导致施工单位索赔了这么三项内容 钢金资金占用费 利润税金 这个是法规部分里面的内容啊 如果由于建设单位没有按时支付预付款 造成了施工单位的损失 那么建设单位应该赔偿损失 这就是那个损失啊 当你资金占用费 并支付合理的利润 所以这两条是要支付的啊 税金没有啊 不能索赔税金 所以可以索赔的就是这两条 这是 第二问啊 那么看一下答案啊 可以索赔的就是这两条啊 下面来看第三问 第三问是说 指出事件三的不妥之处 并说明正确做法 按照劳务实名制管理 劳务公司还要将哪些资料的付印件 报总包单位备案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背景资料里面说 总承包单位将主体工程劳务分包给某劳务公司 双方签订合同 这没有问题 然后劳务分包单位进场后 总承包单位要求劳务分包单位 将劳务分包单位的身份证等资料付印件上报备案 这个应该是在进场前上报的啊 不应该是在进场后上报的 在进场前 劳务分包单位先上报他的这个相关资料 然后施工单位先做到心中有数 然后才开始施工啊 接着 发放工资的时候 务工班长带领工资 下落不明 这个是不对的啊 一定要建立健全的工资发放体系 保证工资能交到农民工的手里面去 避免协款潜逃的这种现象发生 所以第一个应该是在进场前进行宝贝 第二个 然后应该是建立相应的实名制管理卡 将工资发放到农民工手里面去 然后还应该把哪些东西付印件上报呢 除了身份证的付印件之外 进场花名册 劳动合同文本 岗位技能证书付印件 这三项也要付印上报 这是第三问 然后来看第四问啊 说根据ABC分类法 分别指出重点管理的A类材料 和次要管理的B类材料 分别是什么 这个ABC分类法是怎么回事啊 它是这样 我在进行材料管理的时候 总是大量的会应用到某一种或者某几种材料 就是很少的几种材料就花了大部分的材料价款 其他的材料呢 品种多用量少 花钱也少 那这个时候我就把品种最少占费用最高的那一部分找出来 这就是A类材料 是应该重点管理的 然后把品种比较多费用中等的这一部分拿出来 这就是B类材料 这就是B类材料 次要管理的 把品种特别多 但是费用特别少的那些材料 那这个就是C类材料 这样的话 划分的时候是怎么划分的呢 它是这样啊 这边给出了各种材料 给出了各种材料 所占的总材料价款的百分比 然后首先把这些材料从高到低排序 排完这个顺序之后 把这个地方从高到低排序啊 排完这个顺序之后 干什么呢 累计求和 那这个就是他 这个就是他俩求和 这个就是他们三个求和 累计求和之后 注意 结果在70%到75%之间的 就是A类材料 然后我一发现 哎到这 你看 这个地方正好是在70%到75%之间 对不对 所以这一块就是A类材料啊 这就是A类材料 除了A类材料之外 剩下的 累计求和百分比 在20%到25%之间的 就是B类材料 那我把A类材料拿走 剩下的就是从这来看啊 从这重新往下累计求和 我发现 哎 这两项加起来 看到没有 把A类材料都拿走了 不管A类材料 然后从这继续往下累计求和 我发现这个时候 他俩加起来 正好是在20%到25%之间 那这两个就是B类材料 剩下的是C类材料 这是ABC分类法的解决办法啊 所以最终结果啊 前四个这是A类材料 次要管理的就是石木地板和白水泥 是B类材料 剩下的是C类材料 下面来看法规部分的内容 首先第一章建筑工程相关法规 这里面 七日题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 较大的分布分项工程专项石工范 应该由哪个单位组织专家论证 这个前面有一道案例分析题 也是考的这个点 对吧 所有的专家论证都是由施工单位来组织的 如果有分包的情况的话 那一定是由总包单位来组织的 最三是A 接着下一题 下列工程中专项饭可由专业承包单位编制的 有哪些 三个 启重机械的安装和拆除 深机坑工程 辅着式生降胶手架工程 这三个是可以由分包单位编制的 那么如果是由分包单位编制的话 审批的时候 一定是分包和总包单位的技术负责人 都审批 都签字才可以 答案是ABC 好 来看一道案例分析题 说某新建办公楼 地下一层法板技术 地上12层 框架简离墙结构 然后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抗震等级P6 总方量这么多 由某商品混凝土搅拌站供应 一次连续交注 在施工现场内设置了钢筋加工区 接着发生如下实践实践1 由于建设单位提供的高层基准点 A点离基凤较远 项目技术负责人要求将高层控制点 引测到B点 然后在驾设水准仪的时候发现 A持的读数是这么多 B持的读数是这么多 那下面肯定要让我们算B点的高层是多少了 对吧 接着事件2 在法板基础混凝土交注期间 试验人员随机选择力量 正处于等候状态的混凝土运输车放料取样 并留置了一组标准养护抗压实践 和一组标准养护抗震实践 事件3 框架固筋柱采用φ8盘源钢筋 冷拉调制后制作 经测算 其中框柱1的固筋 每套虾料长度为2350毫米 事件4 在工程均工研修和恶病交付使用一年后 屋面多处出现深漏 建设单位通知施工单位立即进行免费维修 那么施工单位接到维修通知24小时后 以通过竣工验收委员不到现场 并拒绝免费维修 经鉴定该渗路问题 因施工单位施工质量缺陷阻置 建设单位另行委托 其他单位进行维修 那么来看问题 第一问 劣势计算B点高乘 这个很简单 A点的高乘加读数求和 就等于B点的高乘加读数 所以他俩加起来减这个值就行了 直接得到结果就行了 直接得到结果B点高乘是这么多就可以了 接着第二问 说指出事件二的不妥之处并写出正确的做法 本工程法板基础混凝土至少应留置多少组 标准掩护看下试驾 那来看一下 事件二的不妥之处 混凝土交注期间 试验人员随机选择力量正处于等候状态的混凝土运输车放量去 这是不对的 混凝土式化在制作的时候 一定是在交注地点随机取样的 所以不能是等候状态的混凝土运输车 另外 试驾的留置 抗压试驾一组是三个 但是抗肾试驾一组是六个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抗肾试驾 抗肾等级P6 P6怎么来的 P6的意思是说 我做六个抗肾试驾 然后这六个试驾里面 有其中四个试驾能抵抗住0.6兆帕的水压 不发生渗漏 那这个就叫做抗肾等级P6 所以一定是拿六个试驾来做的 这是事件二 接着他又问 本工程法板基础混凝土 应留置多少组标准掩护 看一下试驾 多少组 混凝土在胶筑的时候 它是这样要求的 如果胶筑的方量在1000立方米以下 那是每100立方米留置一组 如果胶筑方量在1000立方米以上 是每200立方米留置一组 而背景资料里面 总房量是这么多 超过1000立方米了 应该是每200立方米留置一组 总共留置十组 那这是答案 第一个应该是交注地点随机取样 第二抗认时间一组六个 然后至少留置十组 标准掩护看一下试驾 考试的时候如果考证这个题 一定要写原因 像后面括号里面一样 一定要把原因写下 十组怎么来的 虽然问题里面并没有问到我们 为什么 但是答题的时候 原因一定要写上 它占分的 接着第三问 时间三中 在不考虑加工损耗和偏差的前提下 劣势计算100米长的钢机 经过冷拉调之后 最多加工多少套固基 这里面一定要注意题目怎么问的 题目问的是 最多加工多少套固基 那最多的话 肯定是要算上冷拉调之率的 光源钢筋 冷拉调之的时候 那么这个冷拉率不能超过4% 所以100米的钢筋 最多最多能冷拉调之完之后 能变成多少米啊 104米 然后104米的钢筋去算一算 每套钢筋 是2.35米 总共104米 算算多少套就可以了 一除就行了 那这个是答案啊 100米的钢筋 冷拉之后 伸长了4% 然后乘1000 这就换算成多少毫米 那这是每套钢筋多长 一除就可以了 是44.3套 那结果是44套啊 接着第四问 时间四中 施工单位说法是否正确 说明理由 建设单位另行委托 其他单位进行修理 是否正确 说明理由 修理费应如何承担 那背景资料里面 施工单位的问题 它是应该在保修期内维修的啊 而防水工程保修期是5年 它是使用一年之后就有问题 肯定是在保修期内呢 又说了 是质量问题引起的 所以施工单位应该是免费维修的 如果施工单位不免费维修 建设单位可以去找其他的单位来维修 那么钱谁出呢 施工单位出 这是时间四啊 所以防水工程最低保修期限是5年 施工单位说不正确 应该免费维修 而建设单位的说法是正确 做法是正确的 如果施工单位不免费维修 建设单位可以找其他的单位去维修 但是修理费用由原施工单位承担 下面来看第二章啊 建筑工程相关技术标准 下列属于二类控制室内环境污染物 民用建筑工程的是 民用建筑工程在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 划分里面分成了两类 一类民用建筑和二类民用建筑 那么像这种幼儿园医院住宅 这些人群很固定的地方 今天这些人在 明天基本还是这些人在的地方 常年这么多人在 那么如果有污染的话 就是常年这些人来呼吸这个污染 这些都是一类民用建筑要求严格的 那么上面这个办公楼 这种人流量很大的 这个是二类民用建筑 那这里面二类就是A 答案是A 其实字体对同一个房间内 三个检测点的检测值进行处理 分析时 报告的最终检测值是多少 首先检测点的数量 50平米以下的房间 一个测点 50到100平米的房间 两个测点 100到500平米的房间 不少于三个测点 如果是有多个测点的话 那么测量的结果 应该是多个测点的平均值 所以答案是D 好 这就是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